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 逢山开路 御水驾桥 将改革进行到底 彭扬是地道的重庆奉洁人 16岁那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专业 用九年时间连续攻读了本科研究生博士学业 2008年 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放弃在海外投资银行的高薪工作 回到凤杰做了一名果农 回到凤杰发展凤杰汽车产业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应该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坚守 也应该有现代化的管理 技术化的创新 和兼具社会经济环境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怀着对现代化农业的信心 彭扬开始大师拳脚 他邀请了一批专家 走访了200多个销售渠道 经过仔细深入的调研后 写了一本近100页的齐程标准书 制定了标准化的重彩摘流程 就在他向工人们普及技术知识时 却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状况 开始给我们加工厂的工人们分享说 我们要怎么去做到标准化的时候 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 不是和我脸上一样的兴奋和一样的激动 而看到的是不解 他们甚至觉得说 彭扬好像有点疯掉了 他怎么会这么去对待一颗橙子呢 彭扬明白 改变固有观念不是以措而就的事情 他开始与果农朝夕相处 一起生活共同劳作 足征熟土气 被灼颜天光 在他的带领下 果农开始学习更先进的种植技术 习惯整理种植日制 并且对糖酸度 外在品质 质量分级等一系列科学化 标准化的要求 越来越清晰 城自出肥 举满林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彭扬创立的骑程品牌 线上线下销售骑程4000多吨 销售收入4000多万元 为600户果农 增收1600余万元 帮助了30多户贫困户脱贫 央村振兴 离不开人才振兴 以彭扬为代表的人才回流现象 如今越来越普遍 中国改革的历程 首先从农村起步 助推中国整体改革与发展 40年前 发端于小港村的大包干 成为改革开放一生春累 从此中国农村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从当年的6000余斤达到了今天的12000余斤 连续登了6个千余斤台阶 现在我们这个店上推广下来了我们店上1年270万斤 钱呢就是在三四十万左右 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老的这种销售方式 我们就花了三四三倍以上的这个利润 家夫妇都能得到这个分红 今年我们的梯田就是每某农田能补到四千五百块钱 就是可以说最得多的有五万多块 最少的都有不低于一万块钱一副 经济效应这一块我们主要是好几块的 二块就是我们主要一块就是学贡政领域观光 就是现在红色领域又来又发达了 带动了我们绿色观光产业的发展 中共十九大以来 乡村振兴战略谋划乡村巨变蓝图 重点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 制定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 改革未有穷期 改革一直在路上 让农民有奔头 让农村更美丽 让农业大发展 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目标 我去年种了丝木地到丝地嘛 去年放了苗 收回来放些六百公斤嘛 就是挣了六千块钱 今天种了丝木地 像以前我们都是传统农民嘛 但是我们在这里学到这种技术之后 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农民了 下一步我想把农家劳和抗议相机以后 然后谈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到2019年 提前一年实现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子村通印化路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将来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 公共服务 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 天原风光 农村将来会成为稀缺资源 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 大海阳波风帆启航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 一幅幅产业兴旺 环境优美 村荣整洁 文明和谐的乡村画卷 在祖国大地上徐徐铺开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一居 乡丰文明 智力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